各位好 歡迎收看新聞今日談 我是韋婷 俄羅斯僱傭兵集團瓦格納領導人 普利格任24號晚宣布 瓦格納在一天內行進至距離 莫斯科布到200公里的地方 為避免流血衝突 以下令部隊停止行動返回營地 普利格任突然宣布掉頭回營 與不到24小時前突然發起武裝叛亂一樣 令外界感到意外 據俄媒報導 在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的調停之下 瓦格納撤兵 俄政府也撤銷對普利格任的刑事立案 盧卡申科為何能夠從中調停 瓦格納24小時滑變事件 背後真相到底如何 事件真的就此解決了嗎 相關話題今天我們邀請到 中國社科院東歐中亞研究所研究員 張宏先生做分析解讀 首先通過短篇了解一下相關情況 在俄羅斯西南部城市頓河畔羅斯托夫 瓦格納部隊收拾行裝陸續撤離 瓦格納領導人普利格任也乘車 離開控制了一天的俄軍南部軍區指揮部 車隊離開之際有民眾與他握手道別 普利格任當晚發表錄音講話 政府瓦格納在過去一天內 行進至距離莫斯科不到200公里處 期間沒有流一滴血 但面對即將要發生流血衝突 決定停止行動 現在 наступил тот момент когда кровь может 所以 понимая всю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 за то что будет пролита русская кровь с одной из сторон мы разворачиваем свои колонны и уходим в обратном направлении в поливые лагеря согласно плану 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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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地室內交通已陸續解封 這次瓦格納迅速撤兵 由來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 居中斡旋 他認識普利格任已有約20年 他當天跟俄羅斯總統普京溝通後 再與普利格任舉行了一天的會談 雙方就停止在俄羅斯領土上 發生流血事件 達成協議 普利格任同意停止行動 並採取進一步措施 緩解緊張局勢 白俄羅斯方面稱 按照解決方案 瓦格納部隊的安全 可以得到保障 普京對盧卡申科的努力表示感謝 俄羅斯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表示 普利格任將前往白俄羅斯 針對他號召武裝叛亂的刑事立案 將會終止 而瓦格納成員也不會受到檢控 佩斯科夫強調 避免流血衝突 比懲罰任何人來得重要 張學長您好 我們看到瓦格納領導人 普利格任此前程 瓦格納一天內行進至 距離莫斯科不到200公里的地方 之後突然宣佈撤兵 過去一天究竟發生了什麼 的確 過去一天在俄羅斯國內 出現的這些軍事上的這些內部的一些摩擦 確實讓我們看到了局勢的複雜性 甚至有很多難以現在去解釋的一些現象 那麼首先就是這次瓦格納集團和俄軍的矛盾公開化了 我們知道俄烏衝突爆發以後 瓦格納集團在俄烏東戰場的前線 可以說經濟戰取得了不錯的戰果 那同時他與俄國防部俄總參謀部之間的矛盾一直不斷 布里格任多次在社交媒體上批評俄國防部 贊助協同不利 包括在後勤保障上也對瓦格納集團支持不利 包括彈藥很多不足 可以說他們之間的矛盾由來已久 但另一方面我們也認為 當俄烏戰局轉向了所謂的僵持階段之後 事實上特別是在巴赫木特戰鬥結束之後 瓦格納集團本應該進行戰鬥修整 結果這個時候他與俄國防部俄總參謀部之間的矛盾公開化了 當然我覺得言語主要有三 首先就是因為他們過去的合作不愉快 由於瓦格納集團在烏東戰場的這種表現 實際上反襯出俄軍在整體的特別軍事行動中 確實稍微略顯的弱一些 實際上也給國防部和俄總參謀部造成一定的政治壓力 當然了 這也跟布里格納的個人風格有關係 他作為一個所謂的草莽英雄 江湖非體制之內的這樣一個軍事僱用公司 那麼他就言行比較直率啊 所以經常會說一些俄軍的不是 所以說俄軍在這個戰場上表現不給力啊等等等等 那麼這也給國防部總參謀部製造了一定的政治壓力 第二呢就是我們看到了就是前一段時間 6月10號俄國防部宣布對所有的僱傭軍都是進行收編 所謂的原來的是各自為戰各自為營 這瓦格納集團呢如果是進行收編的話 就要收歸國防部直接領導 那麼指揮權的上交呢對於布里格人來說呢 他不僅僅是對瓦格納集團的控制權 還有後面一系列的經濟利益 因為僱傭軍是拿錢辦事 他跟這個國防軍還不一樣 他這個國家體制之內的這個是義務 是他的這個作為國家公職員的義務 但是瓦格納集團呢是拿著高薪 然後來這個為俄羅斯而戰 那很顯然一旦交出控制權對瓦格納集團來說 對布里格人而而言呢 則意味著他可能會失去一大塊的經濟收入 那麼第三點呢我覺得可能就是這次 頗瘦迷離的這個軍事摩擦了 布里格人說的是俄國防軍攻擊了 他們在羅斯托夫的這個營地 那但現在誰也不知道這個 到底是誰攻擊的 是否是誰先開的第一槍 這個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們與國防軍之間 出現了一些軍事上的摩擦 這也導致他們現在這個矛盾的激化 布里格人就是要反擊啊 所以說向莫斯科行軍 還是要講到俄羅斯國內的這個軍事部署啊 實際上還是較為空虛的 主要兵力都集中在重要的戰略方向 比如說烏冬戰場 比如說在靠近北約地區的俄羅斯西部地區 北極地區以及呢高加索中亞還有遠都地區 可以說呢這個通往莫斯科的大道啊 只是這個對於普通老百姓來說呢 對於這個一般的這種 這個都只有警察而沒有軍人 所以他一天行進到距離莫斯科200公里 所以說呢這個對俄羅斯整個的社會安全 政治穩定造成一定的壓力 那麼幸運的是有盧卡申科成功的斡旋了這次政治 解決了這次政治危機 那麼滿足了布里格人的摩訊 政治訴求 安全訴求 甚至是經歷訴求 所以呢危機得以迅速的化解 在盧卡申科的調停之下 我們知道瓦格納宣布撤兵 俄政府也是撤銷了對布里格人這個發起叛亂的起訴 為何盧卡申科能夠從中斡旋呢 首先還是要講到盧卡申科 他是蘇聯時期成長起來的老一輩的政治家 可以說呢他有足夠的政治智慧和政治知名度 而且呢他呢又是一個相對中立的第三方 那布里格人與俄國防軍俄參謀部的矛盾 某種程度上就是體制之外與體制之內的這種矛盾 那麼如果是俄內部政府部內部再出來一個人談判的話 那他這個中立性和他的這種可信度啊 相對來說呢就是不如再找一個盧卡申科 一個第三方來調停可能更具有這個靈活性 第二呢就是盧卡申科與布里格人啊有較好的私交 布里格人作為一個商人 作為一個所謂的這個普京的這個號稱普京的處事啊 至少在俄羅斯的這個經營圈子裡頭 還是有一定的知名度的 那他與盧卡申科有一定的私交 這也為盧卡申科協調布里格人與俄國防部 與俄政府之間的關係啊 提供的一些便利的這個政治條件 那麼第三點呢我就想的盧卡申科啊 他本身這個他有給布里格人出路了 我們知道這個俄政府向他提 向布里格人瓦格納集團提出了一些刑事調查 那麼在這個解決這個問題上 當時呢就是給這個瓦格納集團的一些這個人員 去明斯克居住 實際上呢就是不僅僅撤銷了對他們的刑事調查 以及安全上的一些責任司法上的一些責任 而且呢還讓允許他們去白俄羅斯生活 可以說給出路給這個給條件 又能夠說得上話 這都說明了盧卡申科在這個俄烏冲突中 在這個俄羅斯國內的一些政治危機中 發揮了獨到的作用 在24小時之內 瓦格納突然發動叛亂來勢勢去指導莫斯科 24小時之後又突然宣布撤兵 瓦格納滑邊24小時背後真相到底是什麼 瓦格納是否真的有意圖發起叛亂 還是一出戲是一場雙簧呢 雙簧我覺得可能性不大 我覺得更多的可能是利益之爭 我知道這個普利格任他所代表的瓦格納集團 在俄羅斯這個政治生活 包括與俄羅斯國防部 與俄羅斯政府存在著政治上的一些矛盾 存在著經濟利益上的一些矛盾 甚至呢還存在著一些安全上的壓力 那可以說呢就是這一次的這個危機啊 不是普利格國 不能把它視為這個瓦格納集團的這種滑邊 是一種政變 它並不是要反俄羅斯政府 反普京 我看到了普利格任多次說 他是對俄國防部和俄總參謀部不滿 但是呢他是愛國的 還要不強調不反普京 從這個角度講呢 他肯定是不是反政權 可以說就是某種程度上是反這個 這個某些這個高官 腐敗的高官啊 在他們眼裡的 這種程度上也說明呢 就是這個事件並沒有想像的 那麼這個嚴重 不是反政府啊 不是反政權 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 內部矛盾的一次爆發 從這個角度講呢 最終由於這個瓦格納集團的一些政治訴求 安全訴求和經濟訴求得到滿足以後呢 我覺得這個事件呢 才得以在24小時之內最迅速的被化解掉了 如果是反政府 反政權 反普京的話 我覺得這個事件就不那麼簡單了 恰恰是因為瓦格納集團的訴求 就是要安全 要保障 要經濟上利益要保障 然後包括他們 這個甚至個人的一些政治前途 政治出路也給了啊 所以有一些訴求 那麼這都說明啊 這個我這一次所謂的瓦格納集團 這個兵變啊 實際上呢 某種程度上 是一個小差距啊 對於俄烏衛衝突 對於這個俄羅斯國內的證據 影響都是十分有限的 嗯 俄羅斯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也表示說 普利哥人將前往白俄羅斯 針對他號召武裝叛亂的刑事立案 也將會終止 而瓦格納成員呢 不會受到檢控 24日早前 普京還將瓦格納這個僱傭軍 普京號召武裝叛亂儀式呢 定性為了叛國行為 您認為普京是否預料到了 這個形勢會發展到如此嚴峻的程度 普京在昨天下午的發言 實際上對於瓦格納集團 這一次事件的定性還是很嚴重的 因為叛國罪在俄羅斯的刑法中 是一個重罪 要記憶 如果是定罪 最終定罪的話呢 普利格任將面臨15年到20年的刑期 可以說呢 俄羅斯由於廢除了死刑 這實際上是最高的懲罰 也是最重的一個制度 但幸運的是呢 俄羅斯在這個政府沒有預料到 瓦格納集團 在滑變的這個過程中 很快控制了羅斯托夫 南部軍區司令部 之後呢 又控制了沃羅尼日一些軍事基地 而且竟且宣布要向莫斯科進軍 這個實際上呢 遠超於這個政府的一些預期 所以俄政府全面動員起來 來應對這種安全壓力 安全危機 那麼這是說明呢 就是普利格任的這個 在軍事上 在安全上 他所具備的這種破壞性 遠超於俄政府的這種預期 所以呢 才嚴肅的對待 但為什麼又取消了呢 我覺得這個最主要的是 普京對於瓦格納集團的定義是 一分為二 首先承認瓦格納戰士 在俄羅斯是英雄 沒有否認瓦格納集團 在整個俄羅斯衝突中 為俄羅斯所做的貢獻 其二呢 就是認為滑變的這些人 和這個普利格任要區別對待 普利格任是反這個國防部 反這個體制 但是呢 滑變的這些 參與滑變的這些 普通的這個瓦格納戰士 他呢 只要放下槍 就不會追求責任 然後最後看來的這個結果 可能比他這個 預期的還要好一點 因為呢 在羅卡申科的這個 僑庭之下 這些所有的人都取消了 對他們的行事追責 並且給了出路 說可以去明斯克 那麼流亡到明斯克 這意味著他要退出俄羅斯 國內這個特別軍事行動 要退出俄羅斯的政治生活 那做一個所謂的安全的御工啊 比如在這個明斯克養老 在保證安全經濟收益 和他個人的這種這個 人身安全之情況下 我覺得這個事件呢 沒有給俄羅斯社會造成嚴重的傷害 沒有造成大規模的人員流血 我覺得這個是幸運的 下節新聞今日談 繼續帶您關注 瓦格納撤了 普利格任下一步該怎麼走呢 相關話題我們稍後繼續 新聞今日談歡迎回來 普利格任在過去一年裡 無數次出入烏克蘭前線戰場 作為俄羅斯對烏東軍事行動 關鍵人物 如今又被指煽動叛變 成為國際關注的熱點 普利格任是如何從一名熱狗店老闆 一步一步成為赫赫有名的 瓦格納集團創始人 普利格任1961年出生於列寧格勒 普利格任1981年因盜竊欺詐罪等 被判處13年有期徒刑 1988年獲得特赦 刑期減少至10年 1990年刑滿釋放的普利格任和繼父 一起在列寧格勒開啟了熱狗店 賺取人生第一桶金 之後普利格任進軍高端餐飲 迅速成為業界打亨 憑藉廣闊的人脈 他經營的餐廳成為達官顯貴的熱門去處 其中不乏希拉克 小布什等外國政要 因公司為克里姆林宮提供餐飲服務 他也被稱為普京的大廚 普利格任還涉足建築地產等行業 因其與克里姆林宮的密切關係 普利格任是西方對俄羅斯制裁名單上的常客 美國聯邦調查局曾懸賞25萬美元 試圖將他逮捕 2022年7月 美國將懸賞金額提升至1000萬美元 以獲取普利格任插足大選的證據 在普利格任的眾多身份中 最廣為人知的 當屬他創立的私人雇佣兵公司瓦格納集團 雖然俄羅斯官方稱瓦格納創辦於2014年 但據俄羅斯媒體報道 瓦格納集團早在2013年就開始招募武裝人員 多年來 儘管瓦格納集團在敘利亞 中非 馬里等地從事軍事活動 但形勢頗為低調 直到今年俄乌衝突爆發 這支影子部隊和它的創辦者 才從幕後走到了台前 2022年俄乌戰爭爆發後 瓦格納集團多次被媒體報道 稱其與俄軍合作取得一系列軍事成果 這期間瓦格納集團已經明顯超出了一般雇佣兵組織範疇 不光裝備各種俄系現役武器裝備 還擁有自己內部獨特的無名目的紀念碑以及勳章體系 在索列達爾巴赫穆特的戰役之後 普利格任以及瓦格納的名聲是越來越大 尤其在巴赫穆特絞殺戰的後期 普利格任大罵俄國防部的高層 甚至是拿捏了俄國防部 普利格任的這些舉動以及他過往的履歷 您怎麼來看呢 首先還是要講到普利格任在軍事上 或者說在整個俄羅斯的這個軍事行動中 確實發揮了十分積極的作用 可以說某種程度上呢 他扮演了一種尖刀鏈這樣一種作用 特別是在巴赫穆特的這種戰鬥中 我們看到瓦格納集團 他的這個傷亡比例過高 幾乎有一半的瓦格納戰士 退出了戰鬥系列 那麼普利格任就承認 在巴赫穆特之戰 瓦格納集團付出的這個人員死亡 佔善死的是接近一萬人 那麼受傷的有兩萬人 可以說一半戒員 如此高的傷亡 付出如此巨大的人員傷亡代價 拿下的巴赫穆特可以說呢 這是這個其他俄羅斯部隊 戰鬥系列的這種部隊 無法替代的 所以呢 我們看到普利格任有政治資本 他獲得了一定的 國內的政治聲譽 第二個就是普利格任呢 他在這個戰鬥過程中啊 大嘴巴說了很多 這個俄羅斯國防部 總參謀部的一些不利的方面 包括對俄特別軍事行動 他也認為是時候 要結束特別軍事行動了 總之呢 那他在言論上 並不是完全與克里姆林宮一致 而是某些時候 要說一些這個大直大實話啊 這個呢 給俄羅斯國防部 總參謀部 造成了一定的政治上的一些被動 比如說他認為俄軍 在協同作戰方面 跟這個瓦格納集團 在衝鋒陷陣的時候 提前跑 提前跑了 導致他在巴赫穆特的這個側翼 大約兩到五公里的這個側翼 暴露在烏軍面前 當然俄軍後來否認了 但這種說法給俄軍 造成了巨大的政治壓力 普利格任曾多次猛烈地 抨擊俄羅斯國防部 普利格任和俄國防部的矛盾 是如何一步一步發酵至今天的 您認為普利格任和俄軍 根本的矛盾在哪兒呢 首先這是兩種不同的指揮風格 和指揮體系 瓦格納集團 它是一個私人的軍事集團 私人的安保公司 它在敘利亞 在烏東的頓巴斯衝突 甚至在非洲 都有過自己的這種 軍事干預的這種業務 可以知道這是一種生意 所以他們招募的 有經驗的退役的這些軍事人員 在應對地區衝突 應對這些熱點問題的時候 可能比俄軍反應更靈活 但另一方面 它由於是個體護 由於它是屬於私人安保公司 所以它的指揮體系 跟俄軍不相匹配 第二個就是我們認為 它跟俄軍的一個 就是一個後勤補給 因為從2023年開始 無論是烏克蘭還是俄軍 都出現了彈藥不足的問題 那麼彈藥不足 對俄軍來說 它是一個現實問題 是一個現實壓力 那麼它一方面 是需要去找 或者說重新生產更多的彈藥 但另一方面 克服困難的 是選擇的是忍耐 而瓦克那集團不一樣 只要彈藥不足 它馬上就在社交媒體 公共輿論上 去罵這個 俄國防部不給力 說這個少爺谷是玩乎值守等等 所以這種公開施壓 公開批評的這種方式 來向俄國防部伸手要彈藥 要補給 我覺得這個也是顯示出 布里格人不是一個職業軍人 他更多的是一個個體護 所以呢 這也給這個 他與俄國防部之間造成了很多隔閡 更重要的是呢 這個瓦克那集團呢 他對於這個特別軍事行動的一些評論呢 我覺得一定程度上呢 也與這個給俄羅斯造成了一定的這個壓力 因為俄羅斯一直在強調 特別軍事行動要去軍事化去北約化 但是呢 布里格人說去軍事化去北約化也是不可能完成了 應該是時候結束特別軍事行動 所以他等等這一系列的原論 在政治上是不正確的 在軍事上呢 是這個合作是很粗暴的 所以帶來了一系列的負面效果 所以我們看到的這個普里格人 他更多的是像一個商人 而不是一個職業軍人 普京表示說 過分的野心而導致了對俄羅斯的這個背叛 普里格人是如何從一個親密的心腹到一個叛亂者的呢 首先普里格人他是一個從社會底層長長起來的一個俄羅斯的商人 那麼我們都看到他的個人經歷 從這個幼年家庭不完整 帶來的一些他在街頭混激街頭 然後進監獄 從監獄出來在經營熱狗店 包括在上米特巴進行一些這個高檔餐廳 與這個俄羅斯的經營集團 經營圈子 最後呢搭上關係 然後成為克里姆林公的食品供應商 可以說這一步步的都說明了 普里格人是一個草莽的 英雄是一個典型的 小商小販的這個形象 第二個就是他在 開始於這個 瓦格納集團 軍事公司 開始 從事這個業務之後呢 他確實呢 這個 在敘利亞 在烏東 頓巴斯地區啊 取得了不錯的這個結果 也恰恰是因為 他是個商人的這樣一種經營方式 使得瓦格納集團呢 可能反應更急速 更快速一些 但是呢 我覺得他呢 一方面是依賴於這個俄羅斯的這個政權 國家這個機器 但另一方面呢 他又不斷地去這個攻擊這個機器 所以野心不斷地在上升 因為他呢 特別是巴赫摩特之戰之後呢 他的個人支持率 個人的社會聲望大幅上升 所以呢 他就敢於挑戰政權 挑戰這個國家機器 挑戰俄國防部 甚至是總長 所以這一系列的說明呢 他這個 他挑戰的不僅僅是邵逸庫和格拉西摩夫 他挑戰的是俄羅斯國家權威 所以最終走到了這個 這樣一個非常這個悲哀的一個結局 就是與政權相互對抗 最終呢 雖然是政治解決了 但也意味著他 要離開俄羅斯政治生活 離開整個歐烏特別軍事行動 就在俄羅斯的這個兵變政局不明之際 我們知道烏克蘭呢 也加緊了在多個方向發起進攻 烏軍對東線重鎮巴赫木特周圍的 一群村莊發起了進攻 並且呢都取得了進展 對此您有什麼樣的觀察呢 您覺得此次瓦格納事件 會對俄烏局勢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首先這次的瓦格納的局勢 確實給西方 給烏克蘭 看到了一些這個希望 如果是俄羅斯內部出現問題的話 他們解決俄烏衛衝突的難度會下降 第二個就是我們看到這個 在瓦格納集團在羅斯托夫 跟俄軍出現摩擦的時候 烏軍宣布大反攻 特別是在這個巴赫木特周邊 因為瓦格納集團 從巴赫木特地區後撤修整以後 那麼烏軍現在面對的不是這個瓦格納集團 戰士 而是真正的俄國防軍 那麼相對於瓦格納集團 俄國防軍的這種戰鬥力要弱一點 所以呢 現在烏軍也想趁機能不能在軍事上 在巴赫木特拿回一些 這是他有想法 那麼第三點呢 我覺得現在西方和烏克蘭 西方在外交上 似乎是要給俄羅斯施加一點壓力 宣傳大反攻 但事實上我們看到戰果發燃 烏軍在巴赫木特周邊的這種進攻 都沒有取得明顯的進展 更多的是炮擊 而沒有奪取重要的居民點 甚至連一些這個重要的這種交通邀道 什麼包括這個公路鐵路的控制權 都沒有拿下 所以呢 我覺得烏克蘭所說的反攻 實際上是要趁著瓦格納事件 來這個給俄羅斯施壓 迫使俄羅斯在這個立場上 或者在軍事上有所後退 能不能嚇到俄羅斯呢 很顯然 烏克蘭的這樣一些宣傳 甚至上軍事上的所謂的反攻 很顯然沒有打破俄烏軍事的 這樣一種軍事僵局 俄烏仍然處於一種 軍事上的僵持戰和消耗戰 好的 今天感謝張先生精彩的解讀與分析 同時也感謝您收看今天的新聞今日談 我們下期再會 我們下期